电风扇上面的电机坏了 很多人在换电机的时候 不知道上面这线哪条线接电容 哪条线接220的电 那么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只需要看上面的线就知道了 我们首先看它是五条线 我们先找到上面的这两条线 就是黄色和黑色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就是接电容的 我们把电容给它接上 接这个电容的时候是不用区分正负级的 随意把它接上就行 把这个条线接好以后 我们给它缠个交代 然后我们把这个黑色的线在它接上 接好了以后 然后这条黑色的线它也是公共端 它也是接220输入电的 我们在这给它接一条零线 220的零线 然后剩下这条火线 我们分别接在这三个线上就行了 这个红色的线是高档 白色的线是中档 蓝色的线是慢档 我们来测试一下 先来测高档 你看现在是高档是快速档 然后这个白色的是中档 蓝色的是慢档 这方法呢就是这么简单